其實這個就是很奇怪嘛 因為那是為什麼 就是我老婆她懷孕的時候嘛 然後這樣子我們就會去 我每次都會陪她一起去婦產客 然後去看這些嘛 但是因為一開始啊 我們就是她要進去那個 那個曹英波市嘛 然後我就沒有一起進去嘛 因為我不知道她是要幹嘛 然後她出來 然後我說 妳不想自己進去看 妳自己親生的兒子嗎 通常季婦才會坐在外面聽音樂 對 沒有啦 我沒有小孩 不要這樣聊天好不好 那時候就是為什麼 因為她就是這樣子 然後罵我說 我沒有一起去進去啦 所以後來 那是為什麼我會每一次 不管怎麼樣 我都是要跟著很快 然後會進去她的那個 那最後她生小孩 妳有進產房嗎 有啊有啊 超 為什麼 因為婆婆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 走 也不是說後悔 但是其實 怕怕 可以 如果再一次 妳要進去嗎 如果再一次 那不會 就是我老公 他就身體不舒服 然後他又要去 他習慣去的那個 就是診所去看醫生 那那個診所其實有點遠 離我家有點遠 然後我剛好那一天 我有三個通告 然後早上他就要 他就是送完小孩上課之後 他就要去那邊排隊 然後我就說 那妳可以自己去看醫生嗎 因為第一個 他說我人很不舒服 妳不陪我嗎 可是我 那時候我不會開車 我說我不會開車 也沒有用 妳還是要自己 開車去 我說妳可不可以去 因為我等一下幾點就要起床 我就要一直到晚上的工作 我想多睡一點 然後 我還要等他回應的時候 他就 門就關起來了 生氣了 然後他就去看醫生 他就去送小孩 然後就看醫生 回來之後我就說 那醫生說什麼 生氣耶 妳的意思是流感還是拿流 真的很多醫生也是說 不會 叫你去拿藥 下流感 所以你說 他老公沒有再生氣 看診很忙耶 對 他一天要看多少個 然後就Key完蛋了 就叫你出去 然後我就說 那到底是流感 還是你咽喉嚥什麼的 你不要這樣子啊 然後就這樣子三天 三天很冷戰 就是我跟他講說 你喉嚨痛 那我要不要煮稀飯給你吃啊 不要吃乾飯 你喉嚨不舒服 就三天都這樣 等到第三天 我說你到底怎麼了 他就說 我真的覺得你很不愛我 我說怎麼 真的 聽起來你不愛他耶 不好意思 你都戴耳機了耶 醫生他在外面戴耳機了 你怎樣 沒有 這個不一樣 他已經要求你來參加 就是跟著他一起看 一起 一起去看 參加什麼 一起去看醫生 你明明就有時間啊 不好意思 你的女朋友也要求你 一起參加他看醫生的過程 你在外面聽耳機耶 我有去 那你在聽耳機啊 因為我不想聽他的聲音啊 那就對了 不要再生了啦 可是問題是因為我要工作 他知道我那一天 一整天都要工作 可是他就說 他只是希望就是 就算我跟他說好 他也不會讓我去 他只是撒嬌 對 想要撒嬌 可是我居然回答他說 你可不可以自己去 可是一個大男人 你就自己去看醫生就好了啊 你可以說 我覺得你要 雖然你要讓他自己去 我覺得男生真的聽到這種 我怕會難過 因為我老公也是生病 可是他自己就是醫生啊 怎麼樣 然後他也說 他叫我陪他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說 老公 你那個 你可以自己去看哦 那我陪 我帶完Emma弄完事情 我就去找你 然後後來我就 也來不及嘛 我要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回來了 然後回來 我就說那醫生怎麼講 他說 還有撩嬌啊 撩嬌啊 好會說話哦 真的 有時候不是我們不相陪 是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陪你們去看醫生 是不是 有時候我一次我去香港哦 去幫我的簽證 那本簽證 最少我要花一到兩天的 一到三天的時間 結果我女朋友當天哦 第一天就發一個訊息給我 說 哦 身體不舒服 哦好像有點發燒 哦 所以有點懂流浪汗 我 我以為他在開網上 然後又問他 是不是凱丁是看到猛斗 就變成這樣子 我說沒有啦 我是真的很不舒服啦 我說啊 那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他說 可是你沒有在 你不陪我去嗎 我說我這麼陪你去 我在香港耶 可是你可以回來啊 我說 怎麼可能 我忠祥可以回台灣 陪你去看醫生 你可以打電話給好姐妹 陪你去嗎 他說 不要 我要你回來 我說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他後來 他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 他說 哈沒關係啊 你不來沒關係 我就隨便去 去找那個 對我很好的一個男生朋友 帶我去啊 然後我再來 跟他說好啊 你去找啊 你去找他 最少有一個人陪你去 你不是身體很不舒服嗎 他說 好 掛掉了那個電話 我想說 他是真的生氣了嗎 然後就發個訊息給他 欸沒有回我 第二天沒有回我 第三天沒有回我 我以為他是在準備一個很好的驚喜 回到台灣 就是給我看那個驚喜是什麼 你知道嗎 後來我回到台灣 一個驚喜是什麼 真的分手 哇 還是要給你驚喜吧 那你們是要 這麼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是忠祥哥回台灣 陪你去看一次嗎 你不能這樣子回答 沒關係 你就跟他說 一樣的道理是不是 不能那樣子回答 他沒有要你真的回去啊 對啊 你就跟他說 你付GPL的話我就回去啊 我覺得你比較像女人耶 我覺得你就 如果到時候跟他回說 寶貝你看一下右邊 我就在你旁邊 對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跟我視訊 我陪你去 對啊 可是他是瞪著 你怎麼不早這樣講呢 就是後來才學的嘛 對啊 有一次就是有我的女朋友就是 那個時候我在當廚師 然後就是沒有空 那你知道廚師其實很忙 大概最... 最早也要十點下班吧 他大概就是 在我休息的時候 五點 五點左右打過來 那麼這個時候說 要陪他去看一次 我說沒辦法 因為太遠了 他在新竹 我在台北 對吧 我真的趕過去也不可能 那我就說 我沒辦法陪你 那你是不是 自己去看就好了 因為他說胃痛 那麼胃痛可大可小 但是 就是可以自己去看嘛 對不對 我說你找你的朋友 誰誰誰陪你去看 然後就 就不要 就鬧脾氣 就生氣 那麼 過後我就 下班以後打給他 我說 你看醫生了沒有 因為 他掛電話了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打不到 聯絡不到 然後大概就三四天以後 就是說 差不多啦 你沒有辦法關心我這樣 但你也要了解 我們有時候工作就是很忙 那我們今天有歸類了四個版本 四條就是說 另外一半陪你看醫生的時候 最討厭發生哪些狀況 我們來看第一個是 態度悠哉看笑話 這就是肚力 肚力 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聽音樂 可以啊 態度悠哉 不可以悠哉 不可以 我跟你講 我陪他去看醫生 後來我生病了 然後我去看醫生 然後 醫生就有一次 就是我 就是 也是看耳鼻喉科 然後醫生就問我怎麼了 我就說我頭很痛 然後我鼻塞 鼻塞得很嚴重 然後我晚上都沒有睡好叫 然後我老公說 嗯 我整個看我老公很傻眼 我就說沒有 這真的是累到 她是摸摸還是很大聲 她就這樣 那個表情就是那樣 應該就是你老婆系列的那種 你看看 然後我整個就覺得說 你有必要就是把我 就是會打呼這件事情 跟醫生講嗎 我就說沒有 那真的是到早上很累的時候 然後邊講的時候還邊寫 你看我老公很累的時候 真的 就打呼了 我說真的是太累了 然後我就說 然後再加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感冒 這次的感冒是有點 沒什麼食慾 然後我老公 昨天還吃胖老爹 好討厭喔 我整個就覺得說你幹嘛 他故意 你不是這樣討厭 豬耶 對啊 我講沒食慾 他跟我 然後我就說 其實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說 那醫生那怎麼樣 要不要開藥給我吃 然後就放棄了 那醫生那 放在那道打斷了 厭世 對 他就故意弄你了是不是啊 而且他都在旁邊這樣 那一種表情 討厭 這就是婚禮中的樂趣啊 可是我講 你們女生有時候是真的沒有心 真的是沒有心 有一次我是機車摔到了 然後就是腳非常的痛 然後我想說 真的好像有問題 因為我的腿這邊已經腫起來了 然後就直接打電話給我女朋友說 欸 你要不要來接我一下 帶我去看醫生 他說 現在嗎 我說對 但是我摔車了啦 真的很痛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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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來接是這個照片 哎呦 你摔出了一個人腦的圖樣 欸 真的耶 側面 側面 對啊 什麼時候好像是地獄的門 好噁心喔 而且這是隔天喔 這是隔天 當天是這個腫起來的感覺 然後 然後我把照片給女朋友看 因為他說他在吃下午茶 然後就 啊 對 他說他在吃下午茶 我可不可以自己去看醫生 我就自拍給他看 我說 真的你們看好重 他說 還好了一點點 我說 但後來就是肥子真的勉強 開車過來 帶我去看醫生 結果呢 我們到那個計程了 然後我以為什麼 他會開車 帶我去那個停車場 幫忙我去倒電梯 去看醫生之類的 好痛喔 我女友的行為是什麼 開車到門口 說 我一樣你知道嗎 那個門口旁邊有個輪衣 你就去找一下 做哪個輪衣 就去掛號 去看醫生 結果看完醫生就打給我 來 我就來解你 我說 你沒有發現我現在 這腳真的很痛嗎 我根本是不能走路 然後他回我一句 他說 男人不怕痛啊 男人不怕痛 男人有錯嗎 男人最怕痛好不好 為什麼不怕痛 其實你剛剛那個摔出 滿有藝術感的 那個放大看 怎麼有藝術感 放大看很像在羅浮宮 看過的一幅畫 好可怕 後來他說 男人不怕痛啊 然後就一直走 就自己開車走耶 然後我就自己在那邊 一個人 做輪衣 一掛號 一看醫生 看完醫生 就打給他 好 你可以接我嗎 隔天就變成那個狀況 哎唷 好慘 好可憐喔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囉